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aro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小小的涂一下苦水 就是这个礼拜好忙啊 自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actually no 在追溯9月开始以后就忙到不行 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英文的那个影片变少了 然后中文的影片就会常常delay 像这个礼拜我英文的影片还没有上 然后中文的影片现在就是晚一天对吧 因为好多事情哦 然后本来今天是想说好像没有时间 要不然就delay 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的影片呢 还是是要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有一个我想要赶一个时间性 是因为9月21号是 是这个中秋节 OK 就也就是农历的8月15号 然后就是月圆的时候 这一次的月圆呢就在双鱼座 就是一个非常浪漫适合谈恋爱的星座嘛对吧 然后呢 而且呢8月15号就农历8月15号是谁的生日呢 就是月老的生日 所以是不是非常适合做一个恋爱的一个占卜呢 那当然也是因为也有avetment在下面的留言区的地方有建议说 可不可以做一个跟单身有关的一个占卜 所以呢这个就是应他的要求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恋爱占卜 但是也刚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通通都赶上了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OK没有时间限制的 任何时候你看到这个影片呢都可以测试看看 那今天有一点点比较不太一样的 你有看到牌面上超多牌的是不是有点confusing 不要太担心 今天是分两个part OK分两段 1234先听我解释一下 1234也就是这一张牌 这一张牌 这一张牌 还有这一张牌 三张 四张这个大的牌 OK 黑边的这个大牌呢 是我们要来看你现在适合哪一种恋爱 OK 你现在适合哪一种恋爱 然后等你选完以后呢 我们也会看了一下 比如说你的适合你的一些恋爱的一些模式啦 你要应该怎么样子有些小撇步啦 也就是说一些适合可能适合你用的一些小技巧啊 还有你的潜在对象的一些小特质 好啦我通通都用小 但其实就特质啦 OK 然后呢 五六七八这四张牌呢 是在看什么时候会有机会脱单 所以今天我们看时间呢 就我就把时间跟对象是分开来算 所以你可以选1234里面选一个号码 是哇就是看你适合的恋爱的方式啦 还有一些技巧啦 你应该适合什么样的技巧等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描述那么五六七八这个就会比较短 他因为只是看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脱单 什么时候会脱单 OK所以五六七八就是这个白边的这个图 OK 五六七八这四张牌 就是这个图的部分会分开来写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下面点选看 然后呢 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那个留言区的地方 那如果你现在需要更多时间来选择 一二三四里面哪一张跟五六七八里面的哪一幅 那你们可以先暂停影片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从一二三四开始来看说 你适合的恋爱的样子咯 好 第一选择一号牌组的 你们抽到的 我选到的牌是这一张 Death OK 这张牌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只是要看你适合的恋爱方式 OK 你适合的恋爱方式 这张牌呢 是死神牌 你适合什么样子的牌 恋爱方式呢 或哪一种恋爱 其实你的恋爱是非常非常非常浓烈的 所以呢 我会 我觉得啦 或者是你喜欢的 你喜欢那种 很像偶像剧那一种方式的恋爱 你希望可以 哇 很浓烈 然后 然后好爱你 然后就天天上演偶像剧那一种要死去活来的那一种你很喜欢 very dramatic 我知道狮子座会是那种很 dramatic 但是你知道天蝎座也是有一点 而且就是那一种 非你不嫁 非你不去 然后或者是什么 就是那一种 这一种类型的 就很浓烈的 应该是说很浓烈的爱情 你很喜欢 你希望是那一种被人家捧在手心上的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你是女生你就是想要被捧在手心上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你就是希望对对方就是哇 就走偶像路线了偶像剧路线 要不就是你喜欢追那一种很难追的 然后你就要哇一直一直不停的追 然后就要做和想出很多很多的方式去讨他的欢心之类的 如果你是喜欢女生的话 但是男生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男男或女女 你的对象应该就是那种属于很难追的那一种 或很难讨好的那种 但是你就会很享受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跟状况里面 喜欢那种过程就觉得哇好浪漫哦 虽然有点虐待式OK 有点变态一点点 但是你还蛮享受在这样子的一个追求过程当中 然后也许你的对象也蛮喜欢这一种的 那么那如果是男生的话我们就刚才讲了 如果你也很想说要不就是女生追你 然后你就不喜欢 或者你们是那种吵吵闹闹啊 反正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任何你可以想象的偶像剧情节OK 就是类似那个样子的 那这张牌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你还有那 就是真的是 其实这张牌就是我们刚才讲 非你不娶非你不嫁啦 然后要不然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分分合合 动不动就可能会说 那我们就分手啊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你其实你就是希望对方把你就说不 我就只要你什么 这种就会讲那种很恶心还蛮肉麻的话 但是你虽然可能会觉得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你是还 会有不同的感受 你也许你会突然就说 我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反正你现在听可能会觉得 No 我不喜欢那种很肉麻的东西 可是你要知道 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 其实都就 就会是享受的状态咯 状态咯对吧 好 那天蝎座第八宫嘛 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浓烈的一种 而且可能真的有那种生死 那种 就是很喜欢就上演这种东西啦 OK 然后你会越喜欢 要不然就是那种患难里面见真 真情的这一种 你就会觉得越患难 然后就会觉得 哇 苦练啊什么这一种 你也很就是还蛮喜欢的 因为你就觉得 唉 怎么有点自虐的感觉啊 OK 所以这个是你喜欢或是你适合的恋爱方式啦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哦 你的一些恋爱小撇步 恋爱小技巧是什么呢 你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 如果你要去追求对方的时候 或者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找到 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OK 你应该要用去哪里啊 会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OK Ace of shells 你看我是不是说了 你们就是要那种很浓烈的爱情啊 圣杯一 OK 圣杯一的这张牌 就是 你看 有没有 love 天蝎座就是一个 爱恨很浓烈的那种 所以你看哦 你们的恋爱小撇步就是那种 告白然后就直接告白那种 而且你还蛮喜欢那种一见钟情的 就我们刚才说嘛 很偶像觉得如果不是一见钟情 要不然就是一开始是那种吵闹冤家 然后结果相处相处相处以后 就觉得哇 其实是喜欢对方的之类的 OK 那就是那种 你可能没有发现其实你很喜欢对方 或者是对方没有发现很喜欢你 但是就是对你就是有点不太一样 或你对他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之类的 这种方式 那而且也很适合是去那种主动告白嘛 我们刚才讲的 就因为你喜欢苦恋式的那一种 所以虽然就是哇 好难追好难追 可是即使我觉得啦 你们是那种即使失败了 你也会因为这一段过程 你也会沉浸在这种 不是说梦幻 但是而是说你会沉浸 就会回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因为你做了最大的付出 然后你已经做了你最可以做的一个 的这个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不会想说 我好像会后悔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东西 就是我觉得你在对某一 每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用尽全力的那一种 所以你适合的恋爱方式其实就是还蛮 或者是你的小撇步就是真的就是告白让对方知道 或者是就是尽你最大的力量 OK 尽你最大的力量 当你看到你喜欢的人就要勇敢去追求 然后不要畏畏缩缩的 因为这一件即使失败了 也会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验 应该这样讲 但是我老实觉得 老实说我是觉得你们应该还蛮战无不胜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出现了ace of shells 圣碑一就是只要你看中的对象 你已经要看中了这个人的话 你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逃出你的手掌心 已经会要追到手为止 所以其实失败率是低的 但是即使失败了你也用尽了你的权力 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你的潜在的对象特质 OK 你的潜在的对象特质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排不出来哦 所以抽三张 潜在对象特质 4 of roses 权杖4 宝剑5 King of shells 你看我真的 其实我觉得刚刚ace of shells 再加上这一张死神牌 已经讲解释了很多东西 这几张牌其实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 权杖4第一个就是那种 非女不娶非女不嫁哦 这张牌就是一个结婚的牌嘛 soulmate牌 其实也是很天蝎座的能量对吧 虽然它是个火象的牌啦 但是它因为代表着结婚啦 庆祝啊 婚宴啊 开心啊 所以这张牌真的就是有那种 你的对象呢 就是我觉得你会觉得它是 像是一个soulmate一样 我先讲啊 今天因为是大众占卜 不见得所有的特质都会符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所以你们听取一下就是符合你们的咯 或你觉得啊这是我会喜欢的 所以这张权杖4就是会 真的就是结婚 不不不 谈恋爱的时候就会真的是以它为结婚对象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对象会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你跟他见面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 很有soulmate的感觉啦 我们好像可以无话不谈啦 但是要不然因为这边又有一个保健舞喔 我刚刚有没有讲了 我刚刚说你们不是那种哇一见钟情 要不然就是有点像那种啊冤家 然后但是不打不相识 然后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喜欢对方之类的这种喔 这张权杖这张保健舞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喔 保健舞就是一个在会有很多conflict 很多纠缠纠结的这种牌 因为就是会可能意见不合啦 因为这张牌就是一个非常意见不合 然后常常会争吵啦 个性可能很不一样 可是又异性又相惜啊 然后我说的异性是不一样的个性会相惜 所以然后又分不开啊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吵吵闹闹的那种 要不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哇一拍即合 然后soulmate这样子 所以你的对象特质不是跟你一致很多东西都不对盘 但是不对团不对盘到最后又看就看对眼了 要不然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的对象会跟你一开始 就会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 他绝对不是那种我害怕不敢跟你commit 然后就消失那种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嘛 天蝎座的你适合哪一种 就是轰轰烈烈啊 然后就是非常的这种我好爱你啊 这样子的吧 所以是是是你的对象会也是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在里面 然后最后这边的king of shells 也是一张非常有爱的一张牌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你的对象可能在恋爱里面经历了大风大浪 因为他是一张国王的牌 然后又是一张圣杯的牌 所以他是一个恋爱高手 如果用韩剧的里面讲就是一个选手 有没有松鼠 就是是恋爱高手来的 然后如果不是高手的话也是经验是丰富的 不管是好的经验还是坏的经验 因为坏的经验也会从里面做一些学习 或者是说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啦之类的 他他可能没有谈过很多次恋爱 但是他身边很多人他会从他们旁边吸取很多他们的一些经验啦 所以他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应对啦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是一个暖男或者是一个暖女 就是会非常的会注意到你的 因为这是你的对象的特质嘛 会注意到你的很多的需求是那种温柔体贴的那一种 他可能是跟你讲啊吵架嘛 我们刚才讲了嘛 即使他是有吵架的状态 可是当你有需要然后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哦他其实也有他的温暖的那一个那一面 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他可能凶巴巴 就是他的关心是以凶巴巴的方式嘛这边 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就有两种大极端 一个就是你们的一排即合嘛 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暖男到不行或暖你到不行 就是温柔体贴一直在你旁边 然后但是要不然就是那种凶巴巴命令式的 但是但是他里面是其实是关心 可是他嘴巴里面就讲不出来那一种那一种好听话 那你越认识他以后你就发现 你就会知道哦其实他是刀子口豆腐心这一种 ok 那 所以对方是一个感受能力蛮强的 然后温柔体贴的那一种 然后非常的会会注意到很多的小细节那样子的一个一个个性的人 ok 好 那如果我们要说什么星座啊什么的 其实这大部分除了全 我看一下 除了土象星座没有出现之外啊 其他星座都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他们的就是土象星座的成分啦 会是比较偏低的 就是他的那个星盘里面可能土象星座的能量并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其他的星座的能量都是有的 ok 好 水象是最多的了 ok 水象最多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吗 非常温柔体贴暖男暖女这一种 你说会不会是中央空调那一种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一张牌是一个天蝎座牌 它是非常专注的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非女不娶非女不嫁 所以他即使对旁边周遭的人都也是还不错也很好 但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是 他会对你是很不一样的 ok 他对你就是会对别人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会觉得说 oh no 你就是一个渣男渣女什么之类的话 他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 他会说 oh我对你明明就不一样 你哪有没有感受到吗 之类的 那你知道这个又很好吵 可能又吵起来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的对象有一些这样子 主要的特质是这样 ok 那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咯 那时间的部分到时候你们就来 你们可以去看五六七八的选项 ok 好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二号的牌组 我们现在就来看你抽到的 或是你选到的牌是这张Temperance ok 这张是Temperance的牌 射手座的牌 我说射手座只是 因为这张牌是射手座的牌 你的对象也 这是适合你的恋爱类型 所以有可能是你的对象是射手座 或者是你是射手座 但是不一定啦 ok 我们等一下再看其他的combination 但反正这张牌是有射手座能量的 那嗯 所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你喜欢的恋爱方式 或者是适合你的恋爱方式呢 你很需要自由 你很需要自由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或嗯 所以你的恋爱 你的适合的恋爱 是你需要非常给你很大很大的自由空间 然后让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很讨厌你受不了被束缚的感觉 但是同时 你们又要非常的能够沟通 彼此沟通 你可以接受跟你很不一样的人 It's fine 但是他跟你完全不同 你就会非常 你会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想 然后他也要必须要了解 或者是可以理解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你们彼此的沟通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会很希望是一个非常平衡 然后会可以常常 即使你们是非常不一样 可是你们有良好的沟通 你就会觉得 OK 我可以接受你的不同 然后你也要接受我的不同 然后我们都给彼此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 然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需要到彼此的时候呢 我又可以非常的支持你 然后在你旁边帮你加油 摇旗呐喊那一种 然后再来 这张牌呢 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射手座的能量嘛 射手座是这个第十 第九功 代表的就是 呃 长途旅行啦 还有就是那个 呃高学历 OK 高高高 高学历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会非常 我们刚才讲的沟通的部分 就是你会非常需要 其实比起肉体 哦 有的时候会讲说射手座是渣男啊 渣女啊什么的 比较多是讲渣男啊 因为射手座的女生还蛮痴心的 那很多射手座都是渣男什么的 但是其实老实说 射手座并不是很肉欲的那种 它会很care的是 可不可以跟你有一样的 嗯 它跟水瓶座又有点不一样 因为水瓶座会 也是care说沟通啊思想啊什么的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 我要可以跟你很有话聊 你要你要 你 你可以 我们刚刚讲嘛 你可以跟我非常的不同 可是 呃 可是你要你要不断的进步 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些 非常深奥的一些东西 很深奥的东西 比如说非常哲学系的东西 哲学的东西 然后可能他会跟你讲些什么大道理 如果你也可以 你你第一个你要不然你就接受 你就听 或者你你也可以 或者是你喜欢讲大道理 OK 然后那你你对象就要听 或者是他可以跟你一起讨论 你就说 well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跟你争吵 不是争吵 而是讨论 这是一个keyword 要讨论 就是他如果跟你有不同的观点 你们可以讨论 因为你是完全非常open的人 所以你你喜欢的恋爱方式 就是你要可以有一个人 可以跟你彼此交流 交换讯息 交换不同的观点 然后可以沟通 然后非常的open 然后非常的free 然后甚至你也非常喜欢就是去旅行啊 然后去看不同的地方啦 所以你就会喜欢生活蛮多一些变化的 常常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甚至你会很喜欢很喜欢去给 你喜欢小惊喜 然后我们不要讲大惊喜 就是你你你你喜欢的恋爱类型 是那种可以给你一些在生活上面有些惊喜 让你会觉得哦 不要生活每天都这样子的一成不变 然后再来如果真的很就是一成 哇每天都是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很需要说我想要我想要去旅行 我想要出去走一走 我想要再去或者是甚至是 我要再去学一个什么技能 学一个什么技巧 所以你不停的都会在充实很多自己的知识方面 所以你会希望你的对象呢也是一个会不停不停充实自己的知识跟内在的 然后让你们彼此永远都非常很多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聊 可以去讨论 OK 好 那么这个是你喜欢的恋爱方式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要给你们的这个恋爱的小技巧小撇步呢 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是什么样子的 给你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小建议 哦 OK 嗯 哈哈 这是so funny 你看哦 虽然是掉了一大堆牌哦 I'm not going to take the other ones 但是我觉得跳出来是这样子 最上面的两张牌我觉得是非常有 有那个 有对应到的 所以I'm going to take it 这张牌是 圣杯3 这张是权杖国王哦 所以给你的小技巧是什么呢 全唱国王就是也是一个一个火象星座的能量嘛 所以呢 这张射手座不是也是火象能量嘛 所以你喜欢的小技巧 然后再配搭配上 这张再搭配上这张 嗯 圣杯3 圣杯3 圣杯3就是在讲一个friendship 开心的能量 然后是可以把酒交欢的 然后是像朋友一样的这种相处模式 相处方式 但是 嗯 嗯 你会想说啊 我刚刚一直讲嘛 有一点那种水瓶座的感觉 但不一样的是 所以为什么他会要跳出来一个权杖国王 就是 但是还是要非常的有爱 然后非常的有激情 所以你们要像朋友一样 但是 还是要有那种tension ok tension是那种 嗯 sexual 我说的tension 是sexual tension 那种 嗯 彼此的那种吸引力是很强的 所以你们一边在沟通 然后一边又觉得 哇 你怎么会这么的性感 这么的sexy 你讲这些话 讲这些知识的时候 你就是 哇 太性感了 太 太帅了 或太美了 然后你的对象也是要这样 就是你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哇 专注的人真的就是最帅或最美的 然后 但是你们在开心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会互相会觉得 虽然这个不是在讲特质啦 但是你们会很喜欢看到对方笑 很阳光 你会觉得 就是 开心的能量就是 是你的恋爱里面的 不可缺少的元素 所以你会 你会希望你们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相处模式 ok 嗯 你看这张也是motivator 还有就是 你们也是那一种 因为这是两个火象 再加上圣杯三 嗯 很大多数 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 会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 你们会 就是从朋友开始做起 然后就发现 哇怎么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讲不完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 越越常常就会想要跟对方聊天啊 什么 然后越聊越奇境 就会发现哇 你实在是就是 我梦想的那个 那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你就会开始 越来越觉得对方好性感喔 然后或者好帅喔 或者是好漂亮喔 或者是怎么怎么 就开始越来越受对方的吸引 你也你的对象也是 那你们的这个恋爱小撇步 其实这一张牌 我会更建议你们 你们其实 而且你们这张牌也是一个火象星座 就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那种星座 或者能量啦 能量 拖泥带水的能量 所以我也建议是你们可以主动去出击 就是你当你开始觉得越来越 觉得对方太性感太帅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用那种很露骨的方式 OK 那种又太那个了 那种比较 比较风向一点的 你们完全是要用你们的 你们的一举一动 一投足 Right 然后你的一平一笑 去勾引对方 然后就是在你们谈笑风声之间 就突然让对方觉得 哇 你怎么会这么的好看 这么的吸引我 你讲话讲得好有内涵 然后让对方就是无法自拔 然后让对方一直想要跟你聊天 想要说话 想要就是有什么开心的事 尤其是开心的事 不开心的事也是一样 会第一个想到你 然后就想要跟你分享 我觉得你们的恋爱的小技巧 其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让对方有任何的话语的时候 任何东西想要讲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想到你想要跟你分享 然后再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你就会觉得哇 对方怎么会这么好看 这么帅 这么漂亮之类的 OK 所以你们是在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会非常的受你吸引啦 或者是你会受他们吸引 然后你们相处模式又非常轻松快乐 开心的这种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你们的对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潜在对象的一个特质 我们抽三张牌 因为这边是大众占卜 OK 这个用抽的方式 OK 第一张 Devil 是不是跟你们讲 Handman 这张 Queen of gems Queen of gems OK 你们出现两张大牌 我跟你说 是不是那种性感能力 能量大爆发的 对方有什么特质 我跟你讲 你就是 恶魔牌你不要害怕 出现在这张牌 你看连这张牌都写了seduction 你就是会 不由自主的一直受到他的诱惑跟魅力 跟吸引力 致命的吸引力 就是这张恶魔牌 他是暗黑版的恋人牌 所以也就是 他有一种 让你一直会掉进他的漩涡里面的那种感觉 你就会越跟他相处 你就会越掉进他的这种魅力当中 然后而且无法自拔 就会被靠住了那种感觉 然后 越认识他 你就会 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呢 恋爱或者是 恋爱模式有点是那种 算是细水常流行的 因为这张Temperance牌 其实也是一张很有耐心 他也是在讲Tempo 你要把你的节奏放对 然后要有耐心 然后 这个也是水的能量 我说的水的能量 是因为它是 韦特牌里面 它是两个杯子在交 互相交融合嘛 所以 就是这种水的能量 然后 细水长流的这种感觉 所以 你这一张绝对 而且这边又出现一个图像的星座 所以 你们 真的是 是非常 越相处 朝夕相处以后 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个人真的是 就是你的梦想 梦中 情人那一种 所以你们不是那一种 意见中情 有可能是 但是 你们更多的是 我觉得 从朋友开始做起 然后 会越来越认识这个人 就会越来越觉得 哇 跟你在一起就是 好舒服 你们喜欢的是舒服的感觉 然后我可以做自己的感觉 然后呢 又非常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张King of Rose 也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有那种致命的吸引力 但是 就掉进他的漩涡里面 然后越来越依赖他 你会觉得 哇他好有智慧 然后 所以有什么东西 你就会可能想要询问他的意见啦 或 这样子 OK Handman这一张 是牺牲奉献的一张牌 然后也是 这张牌太有趣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 射手座高学历 或者是旅行之类 喜欢去看不同的世界 喜欢去交换不同的意见 我刚刚是不是讲过 Handman这张牌 除了牺牲奉献这一张意思之外 他还有就是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所以你的对象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呢 除了非常有魅力 致命的吸引力 然后会让你无法自拔之外 我觉得这个 这张牌 Devil牌 我越讲的时候 我会觉得 他有某一个东西 特质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比如说 他的眼神非常深邃 所以你在跟他讲话 看他的眼睛的时候 你就会掉进他的漩涡 或者是如果他眼睛 脑不深 所以很小 什么之类的 那要不然就是他有 非常迷人的声线 讲话非常非常的好听 就像那种 广播员一样的声音啊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言之有物之类的 你就会觉得 哇 听他讲话是一种享受 OK 要不然就是被他的声音 所迷惑 要不然就真的他长得很好看 OK 如果他没有很好看的声音 然后也没有什么深邃的眼神 但是他就是这五官搭配起来 就是超好看的 让你就是越看他的脸 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好 就是这个五官搭配在一起 怎么会这么好的好看呢 OK 所以就是某一种特质 会让你就是深陷其中 那他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身材很好啊 哇他什么几块鸡啦 或者是女生什么胸部啦 或者什么腿啊 超漂亮的啦 什么之类的 或头发很漂亮啊 什么 所以就某一个特质 会让你就是 你是那个的控的话 你就会 他就是有那样的特质来吸引你 OK 然后黑妹我们刚才讲了嘛 你的对象其实蛮有牺牲奉献的特质 而且这一张牌跟这一张牌 Temperance都是在讲非常的有耐性 所以你的对象 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 他非常非常的有耐性 所以这也是细水长流行的嘛 所以他也不是那种非常急迫 我要去达成某一个东西 他觉得如果我想要什么东西的话 我就会慢慢慢慢的 我不一定一定要马上得到这件事情 可是呢 如果我想要的话 我等十年等五年 我都没有关系 非常的有耐心的那一种 慢慢布局 然后之后慢慢收网 这样子 还蛮有心机的 蛮有心机的 然后呢 这张牌我们刚才讲牺牲奉献啦 所以他他不介意去 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对象就是 或他很喜欢的事情 他会愿意去舍弃一些东西 放弃一些东西 他也懂得 没有鱼与熊掌都可以兼得这样子的事情 当然有的时候是可以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他也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他就会在两个里面去权衡 以后他会愿意为他最喜欢最爱最有热情的东西去放弃掉某一些他也很喜欢也很热爱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是懂得牺牲奉献 OK 或放弃一些东西 然后呢 再来我们刚才讲了嘛 他很会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 你会 你会因为他 你有的时候其实你大概知道你想要怎么做 可是你就会想要听听看他有什么样子一个不同的意见 让你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 可能可以更圆融 或者是可以更全面性的去看一件事情的一个全貌之类 或点醒你一些东西 所以因为他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观点啊或什么 不见得那是他的观点 但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他可能比如说他的观点是这样 可是他又可以用完全相反或者是另外一种角度去看事情 让你有点他有他会他还蛮会 哦我们要讲这个 他蛮会做Devil's Advocate 就是你叫Devil 哪个叫Devil出来 他很会做Devil's Advocate 英文叫Devil's Advocate 也就是他很会做我们可以第一讲 黑白脸的这种意思 或者是你就是用另外一个声音去讲一个事情 所以他就是如果你决定要这样做的话 那他就play那个黑脸的side 他就会说 你确定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这样做会有什么什么都 你难道你不想要这样做吗 什么什么的 就是一直去challenge你挑战你 然后让你去想说 对这个难道我对我就是要这样做 或我不要这样做 所以Devil's Advocate 他会他会让你想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特质呢 就是这一张Queen of Gems 所以这张牺牲奉献其实也就包含在这一张金币皇后里面了 他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大爱 OK Nurture这张牌就叫他很有大爱 他是很会 我不能说他是那种哇体贴啦什么什么的 可是他的确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 他绝对是会来帮助你的 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嘛 你们这张因为你们适合恋爱是那种 喜欢有很多的空间啦 很多的freedom自由啦 可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绝对会是在你身边帮助你 帮你摇旗呐喊 有没有我们刚刚说 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他不见得他真的会注意到你很多的小细节 也许你需要点醒他提醒他一下 他可能就那我下次知道了 那当他知道了以后 那么他就会做很多很贴心的事情 可是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可能就我现在这样讲是因为全部combination 这几张牌加重下 所以他如果你点醒他以后 他大概就会知道说 OK这是你想要的那我下次注意之类的 但是Queen of James绝对是非常有爱的 他很像是大牌里面的皇后牌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张牌也是那种 就是很有魅力的那一种 然后很像妈妈型或者是 爸爸型有点怪 妈妈型啦 OK 有的时候他真的会蛮喜欢讲大道理的 他还蛮喜欢讲大道理的 不见得是碎碎念喔 但是他就是有很多的大道理 他会可能你碰到一个什么事情 他就开始讲讲一些大道理 有的时候你就会讲 but you know 可能这张牌出现在后面啦 所以你有的时候到后面 你跟他越相处以后 有的时候你就会讲说 OK stop Enough 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可以了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绝对会觉得 哇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哇好迷人喔 但是你知道一直讲一直讲 要讲了这么多年以后 你就会开始觉得OK烦 然后你会要不然就一只耳朵 进一只耳朵出之类的 but那也是down the road的事情啦 那对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喔 OK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然后时间的部分呢 就记得去看五六七八的那个 看你们选择是哪一个了 OK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三号的话呢 这张牌是Magician OK 魔术师的牌 魔术师的牌表示你现在适合的这个哪一种恋爱喔 你现在适合 你适合的恋爱类型就是去创造很多的 画很多的不可能 不可能为可能 我觉得你是一个喜欢挑战的那一种 所以呢 你很喜欢去主动出击 然后越有困难度的那样子的对象 你越喜欢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的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的那样子的一个恋爱方式喔 然后你就会觉得当你把很难追或很难取悦的一个对象 哇 掠获到手啦 追到手啦 或者是 就是真的狩猎到啦 之类 你就会很有成就感 OK 然后呢 我觉得这张因为是魔术师嘛 你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手段 然后所以呢 因为你非常非常聪明 你非常非常聪明 所以有人想要用这样子的手段来对付你的时候 你也就可以看清了 所以 所以我才说你喜欢高难度的对象 因为你会要 对方越让你有点捉不到他 到底有点不按牌里出牌啦 或者有点怪啦 或者是就是哪里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挑战性的话 你就会非常喜欢的原因就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真的你太聪明了 人家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如果什么欲擒故纵啊 你就会觉得 一眼就看穿的那一种的话 你就会觉得没有挑战性 不好玩之类的 或者是说太容易得到手的 你也会觉得 OK啦 但是但是 不表示说你不珍惜 但是只是你会蛮快 会觉得 就 也许就会觉得有点腻 OK 那这张牌是水星守护的一张牌 那水星守护的是处女座跟双子座 所以 不管是处女座或双子座 它其实都是一个变动星座 变动星座就是喜欢多变 所以我刚刚讲了嘛 它也让你会觉得很容易抓到它的点的那一种 你就会觉得 没有什么challenge 你就是喜欢高难度 所以你喜欢高难度的恋爱 你享受那种要猜测对方是什么 然后让对方 就抓不住对方的心思 然后你猜中了 或你答对了 然后对方非常开心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你就会觉得 Yeah OK 的那种感觉 你就 嗯 check mark 有没有 所以对方挑战度越大 你就会越开心 越高兴 越喜欢 所以你喜欢这种多变挑战性很高 然后很刺激的这种恋爱 嗯 会不会有那种想要 找那种布伦啊 或是 因为挑战性很高吗 所以 要看 OK 这个是要看 嗯 我 我觉得是要看啦 你这个 魔术师 我觉得还是要看对象 因为如果对象 不是说布伦 布伦就挑战性很高 如果他就是 你知道也是这种 很easy的话 你也觉得 not fun OK 不是对象身处的状况 在什么样子 状况 的难度 而是对象本身的 个性 要让你觉得很有挑战 应该这样讲 OK 因为你 我觉得你是很喜欢闯关的那一种 所以这一张恋爱的这个 就是你喜欢 你喜欢闯关式的那种恋爱方式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嘛 挑战性很高啦 然后 你可以去猜谜 然后去分析很多的状况 然后要有很多的变化 然后很多很多的惊喜 就是哇 原来你是这个样子 我都不晓得你是这样 哦 又了解 一只剥洋葱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很喜欢的恋爱类型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哦 你的恋爱小撇步 这张King of Rose又出来了 恋爱小撇步 恋爱技巧 果然就是一个motivator 你就是一个go-getter 你如果喜欢就说了 这两张牌出现就是真的就是 你比较喜欢主动出击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就是喜欢去主动去出击猎物 猎兽的那一种人 所以 因为一般来说 自己送上门的那种就挑战性比较小 所以不是说你不珍惜 只是你会觉得有点无趣 所以 你一开始觉得会OK啊好啊 可是久了以后 除非自己送上门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嘛 是这个人本身要让你觉得很有趣 然后很想要一只剥洋葱或者是闯关 让他觉得 让你会觉得 哇好好玩哦那种感觉 所以 你比较喜欢主动去出击找你喜欢的对象 比较不那么喜欢对方 直接就告诉你说我很喜欢你那种 你就会觉得啊 破局了 你等于你剧透了有点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哎哟 那样子OK 好 嗯 但是我告诉你哦 这张这张牌 King of Rose 你你绝对不是一个托泥带水的人 所以一旦发现了对方 你你虽然会主动去出击啊 主动去做 但是一向一发现对方 好像跟你有点不太合啦 会有些东西不太 嗯 不太对啦 或者是哪一些什么的话 其实你也很 你会非常的容易就会当机立断 你就 你也不是那种托泥带水 你就会说哦 那我们再相处看看 我们再试试看看什么的 你会no 所以你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 一个人 所以你的恋爱你也非常清楚 如果有人想要挑战你说no 你不晓得你喜欢的是什么 你就会说no 我非常清楚 那他们也学会挑战你说 那你不想要试试看那个什么吗 你就会说no 我非常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我喜欢什么东西 所以我马上只要我相处一下下 或者是我只要我只要去试过 你反正你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啦 因为大众占卜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反正你有自己的 嗯 即使不是大众占卜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本来个性就有点不太一样 你会有你自己的一套方式去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 是会 你会继续喜欢的 还是你会觉得之后会有点闷的 之类的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大部分来说 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来说 你就是你马上就会知道 就你一旦主动出击之后 跟这个人交手几次 你大概马上就会知道说 OK这个人是 嗯 我想要继续再花时间呢 还是我就想要move on 嗯 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 你好扎 你是扎男扎女 但是你会说no 我不是 那 嗯 我在这边也不觉得你们是 因为你们非常清楚 而且你也不是托尼带水 你会马上告诉对方 你们也不是那种 就消失不见的那种 我觉得那样比较那个 你会非常清楚的告诉对方 就说如果对方真的来找你 有的时候你会 你就忘记了 因为已经有更好玩的对象 你就已经整个注意力被交 被被转掉了 那你也许你会 你之前被你追的这样子 然后就转 这个人怎么不见了这样 的原因会说你很扎 但主要是因为你的吸引力被被抓走了 可是如果这个人会想说 你为什么都没有 你也不会 不会像有一些 有一些人 会 会逃避啊 会 会不敢讲啊 或什么的 你会想说 哦 我就觉得我们不太适合 嗯 之类 你就会非常的 切中要点 告诉对方说 为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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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原因 这样 所以你也 所以对方其实也会 就会觉得 可以接受的人就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人 就会想说 啊 怎么会这么差啊 这样子 但是你不会去浪费别人时间 也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的人 OK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这是你喜欢的恋爱方式啦 对吧 或者是你的恋爱的撇步 就是 拖泥带水 然后非常的直接了当 然后喜欢有挑战性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哦 你潜在对象的特质哦 你潜在对象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呢 OK 先跳出两张牌 一个是6 of gems 一个是太阳 6 of gems 6 of gems 是金币6 我们再看还有第三张 其他人都用抽的哦 所以我们第三张要抽的 你的对象的潜在特质 哇 6 of roses 就是 出现两张6哦 OK 两张6号牌 这个是全杖6 金币6 6号牌就是一个很有爱 6号其实就是一个爱 代表爱的数字哦 所以呢 嗯 我觉得啦 不管是太阳牌啦 全杖6啦 或金币6 我觉得有一个特性 尤其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这张太阳牌的关系 我觉得你是非常 你的对象是非常非常阳光的那一种 嗯 很阳光 然后非常 哇 这一张全杖6 给我的一个感觉是 因为这番是victory哦 对方绝对是一个 嗯 他不是一个就是众人都很知道 比如说他非常有名 OK 他可能是一个很有名的对象 要不然呢 就是他是一个全高位重的一个对象 呃 不论年纪哦 就是他的权 权势很高啦 或者他地位很高啦 right 他的这种 呃 要不然就 就反而是是 就的确是有一些难度的 对吧 要不然就是真的是在大大众的眼光下生活的人 所以这个非常有可能很 嗯 是不是选到很多三号 可能是明星 喜欢明星的那一种 对 那嗯 所以这张牌很有那种明星的感觉 他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明星或名人 嗯 我觉得不见得的话全世界都要知道 但是至少在他的生活圈啦 或在他的公司啦 在他的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场合 他绝对是里面的那一种 因为还有太阳牌 他绝对是里面的领袖领导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或者是什么公司老板 然后我们刚才讲嘛 权位是高 地位是高的 权势是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男生或女生 然后再来哦 金币六对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方的人 嗯 我觉得他可能譬如说大方 不管是这张 权杖六或太阳牌 这三张牌都是在讲非常的大方的人 嗯 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大方 然后不管是对金钱 对爱 嗯 他非常的博爱 OK 女生男生都是 然后 而且我觉得他会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弱小 嗯 非常的有爱心 他喜欢去帮助弱小 所以他可能会有捐赠捐钱啦 做义工啊 这些都有可能是他会做的事情哦 所以你的对象的特质哦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一直看到是大方啊 然后大众啊 这样子的感觉哦 所以 嗯 我要讲什么呢 突然 我的脑袋 嗯 那个 有点断片那样 OK 嗯 大大方大众 OK 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大方大大众这种感觉 所以会让你有一点点抓不到 他到底喜不喜欢你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一点点符合到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你喜欢那种比较有挑战性的感觉 因为他对很多人都很都一样 非常博爱 所以你就会 这个跟第一号有点不太 因为一号是天蟹座 就是他会可能是暖男暖女 可是你会清楚的知道他会 他对他喜欢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个 你的这个对象的特质是他对大家都非常的好 是那种一视同仁的感觉 所以有即使他如果也许他是喜欢你的或是怎么样 你也不会你会不是很了解 不是会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你就会开始想要主动出击 你就会开始想要去测试说他到底有多喜欢你 是不是对你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他是不是 还是他只是就是 就把你当做所有其他的人一样 还是是有特别的 是不是有不喜欢的 或喜欢的之类 所以他让你有点抓不住他的想法 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懂得面对人群的人 然后呢我们刚刚讲了嘛 太那种喜欢耍手段 然后但是很拙劣的那种方式的 你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人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他也不太需要去用什么手段 即使他用手段也是光明磊落 我说的光明磊落是 他的手段是始于无形之中 所以你会你就会觉得 哇OK他是没有手段的 可是他的手段就是太高明了 你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因为他就是所有的表现给你看 我觉得这个人甚至他会有那种什么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那种感觉 就是诚实就是最好的那个方式啊方法 所以他是非常的坦荡荡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我会觉得 他如果不是明星明人的话 他也绝对是大众喜欢的类型 是那种大家喜欢的标准的那种帅哥或美女 然后或者大众情人了OK 大众情人就是大家喜欢的样子的人 所以你的潜在对象特质是这个样子哦 那就是别人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说 哇哇你自然真的可以追到 或者真的可以掳获到这样子的对象 觉得你好棒 就是真的有符合到你喜欢的这样的挑战的感觉 这个对象绝对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真的是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大众情人型的OK 我没有什么其他好讲的 因为这张还蛮而且 OK我有另外一个 因为你看太阳在正中间 然后两边六 对方我觉得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风向星座出现在这里 可是这太对称的感的关系哦 所以你的对象我觉得会有非常明显的 嗯两面的或者他很需要平衡 所以我刚刚要讲的是说 虽然没有没有风向星座的牌出现 可是对方会有很强烈的那种天秤座的特质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天秤座 但是天秤座的特质 所以他什么东西都要balanceOK 我要平衡 或要不然就是射手座 其实我们讲的那塔罗牌里面的射手座的那张牌 也是在讲平衡 所以他也可能会有很强烈的射手座的特质 要不然也会有很强烈的双子座的特质 因为这是有双的感觉 要不然还或者是双鱼座的特质 双的关系 所以 他 所以我要讲的 不见得他一定是什么双子座 双鱼座射手座或天秤座 而是要讲他主要会非常care 很多的balance 然后很多的这种美不美美感 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公平 OK 他会很care 很在乎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潜在的一个特质 因为我就刚才说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天秤座的牌啊 或什么这样子的牌出现 但是因为太阳在中间 两边是六 是对称的关系 所以他会很care这种有没有对称 有没有平衡 有没有很公正公平 这是他潜在的一个特质 你可能刚开始不会知道 因为我们就说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 所以 但是你认识他久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哇他超级 甚至可能有一些OCD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可能甚至连桌子都要 哇要这样子要对称 然后做什么东西就一定要是对称 然后什么左右一定要是一样的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会有一种这种奇怪的怪癖 但是你可能是认识他以后 你会挖掘到的 OK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那时间的部分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脱单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5678 看你们选择的是哪一个牌组 那么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来下面的留言区 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选择四号的 你们选到的牌是这一张 Hirophant 你适合的哪一种恋爱呢 你们适合哪一种恋爱 传统的 一步一脚印的 你们是希望 哇 你当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希望对象是 以结婚为前提跟你交往的 然后你满死心踏地的那一种人 就是你一旦认定那个人以后 你就会 你是非常传统的 想法的那一种 或你的对象是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觉得你适合的恋爱类型 就是那一种 恋爱 结婚 生子 然后在一起 这样子 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种想法 跟方式 那你也不需要说 我一定要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你会觉得平淡就是福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你也不care什么 一定要什么闪婚 如果要久一点长跑之类的 你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等 非常的 愿 那叫什么 无愿由的那一种 OK 那你希望你的对象 也会是这个样子 这是你喜欢的恋爱类型 你喜欢平平淡淡的 然后 没有说 当然轰轰烈烈也OK 但是你很害怕轰轰烈烈 然后就没了 像火花一样 所以你还 你比较prefer 你比较 比较喜欢 如果是 像轰轰烈烈 像火花一样就没有 那还不如 平平淡淡的 可是却可以 一起 到老 然后一起陪伴 这种 你会 你其实更care的是 这种陪伴的感觉 然后 有一个这种 家庭的感觉 你喜欢这种 哇每一天 回家以后 有人在家里面 帮你煮好饭 或者是你煮好饭 然后 给那个 你的 你的这个伴侣 去吃 然后你看到他们吃 你就会觉得 哇好有幸福 你喜欢这种 平淡的幸福 因为你觉得这样子 更难得 而且要维持 更 更困难 所以你喜欢 这样子的这种 恋爱方式 就是平平淡淡 但是会在 从里面找到 小乐趣 然后 小信 小确信 幸福感的这一种 所以你喜欢这样子的恋爱 然后 嗯 你也可能会比较喜欢 对象是比你大的 因为这边是 Hirophant 你希望对方是那一种 已经见过一些世面的 所以 嗯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 年纪比你大的 比如说姐姐啦 如果你是男生 你可能是姐姐的这种啊 那 嗯 女生可能就是比较爸爸型的这种啦 就是年纪差距是有 是大的 OK 是大的 嗯 所谓大的 我觉得六岁或八岁以上 都算大的 甚至有些差的更大 十几岁 二十岁 maybe OK 嗯 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那 嗯 年纪小的话 你们也OK 你们也OK 但是对方必须要是 成熟稳重的 我们刚才讲了嘛 是要家庭观非常的重的那一种 甚至你会很care 对方跟你的 嗯 呃 这个是什么 宗教信仰啦 观念啊 三观是不是很符合的 你非常非常care这件事情 所以你 对方有没有钱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有 当然更好 没有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努力 但是你觉得观念这件事情 我需要 我们需要必须要符合 然后一样都要 都想要建立一个家庭的这种 OK 这是你喜欢的恋爱方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你的恋爱小撇步是什么呢 恋爱小撇步 你的小技巧 适合你的小技巧 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 就可以找到 嗯 嗯 比较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嗯 没有卡跳出来 適合你 嗯 也太多了吧 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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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牌 我知道它掉出来其实是 有点逆味的感觉哦 不过这张是Lovers 的牌 嗯 你看 你真的就是 你希望是 嗯 跟很爱的对象 然后能够结婚生子 所以我觉得你的恋爱小撇步 我不是说 嗯 你虽然很传统或什么 但是你还是会很希望是 跟你所爱的人一起结婚 然后一起在一起 然后 嗯 我觉得同居对你们来说 算是蛮退而求其次的 最好还是可以有那一张纸 你是你蛮需要那一张纸的 然后你希望是要跟你爱的那一个人 嗯 可以共组一个家庭 所以你的你的恋爱撇步是什么呢 这张牌哦 嗯 是爱人的这一张牌 你需要对方跟你有相同 我们一样嘛 有相同的想法相同的观念 然后呢 嗯 而且是要互相的 你很care 互相这件事情 所以 嗯 就说我帮你做了一些些东西 那你是不是也会帮我做一些东西 不见得一定要真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不能够只有一个人老是就是 付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接受 你不是那一种会去帮变成人家的工具人的那一种人 那你也不希望对方是你的工具人 所以我们刚才讲 以爱为前提的这种交往方式 然后 嗯 我觉得啦 出现lovers这张牌哦 你们甚至会是那一种 我觉得是会互相吸引的那一种 然后 不是说谁会先 所以你遇过了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以后人家会问说 哦 所以是谁先主动的这种 其实你们会有点对抗 想说 其实我们好像 好像蛮同时 就是我们好像就会看到对方 就会觉得 哦 有一种 不能说命中注定啦 但是会有一种那样子的感觉 因为这张hierofan再加上lovers 就是两张都大牌 然后都是蛮强烈的 因为这hierofan就是在讲结婚嘛 然后在一个宗教啊 right 然后命中注定的那种神佛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边是lovers 所以你的恋爱撇步哦 嗯 你要怎么样子去见到这样子 或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任何在你身边 你不太是那一种会去 我们刚刚讲 这边因为是hierofan 所以你也不是那种会上网去找 上网去找的你 你反而真的就是从你的身边 会你的恋爱撇步 反而是 如果你现在身边没有任何的对象 是你喜欢的的话 我会建议你应该要去扩大你的生活圈 因为你比较喜欢从你的朋友圈里面 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你希望是已经大概知道他一些的东西 你会不会有一件充情 比较不是不可能 但是因为hierofan这张牌哦 所以你比较喜欢是已经经过了某一种认识 比如说是要不然就是朋友介绍 要不然就是家人介绍 要不然就是透过一些什么传统的相亲之类 传统的相亲 而不是网路的这种 这种APP在那里刷刷刷的这种 因为传统的方式 对对方这种传统的机构 相亲机构啊或什么的 会帮你先做一些删除了嘛 对吧 但是对方是一定有某种 东西是跟你是匹配的什么的 所以你可以可以比较节省 要不然的话 你会比较你的你的方式 其实是比较是 因为这样两张牌 会比较方式是我们刚才讲的 朋友介绍 家人介绍 同事介绍 或者就是你现在的同事圈 朋友圈 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 以前一起上课的上过课的同学 什么这种这种方式 或者是什么同乐会 同好会 一起组织的一些什么团体 OK 从这种方式去认识这样子的人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嘛 你很care 非常的care 是不是三观 是不是爱好是相同的 是不是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 然后要不然就我们讲的宗教 你可能是信奉某一种宗教 所以你可能 如果是西洋的那种的话 你可能是常常需要 每个礼拜要去做礼拜 所以你的对象 可能是从你的宗教礼拜 做礼拜啊 这个地方认识的 要不然如果你是比较中 中式的话 那是不是拜拜啦 去佛堂啦 什么的 这样子的地方去认识的 所以你会很care 是不是相同的 要不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各式各样的团体之类的 学校啦 公司啊 传统的相亲机构啦 或者是经由亲朋好友 介绍的对象 这个是比较 你是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刚才讲 如果你现在周遭都没有 适合你的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 或者是需要去让你的亲朋好友知道 你现在想要脱单了 他们有没有适合的对象可以介绍给你 然后让你认识一下 因为你会觉得朋友介绍的或亲朋好友 你家人啊 介绍的会比较靠谱一点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的潜在的这个对象的特质是什么呢 你的潜在的对象特质是什么呢 我们会抽三张牌喔 潜在的对象特质 那你去研发吗 你去研发吗 我去研发吗 是地 sexual状态 对象特质 丑筑 我来研发 你的疼吗 是大学乱动 看得到吗 对象特质 了 你去研发吗 可以换发吗 我们去研发 刚刚lovers牌后面压的就是death 他果然很想要出来 2 of gems 你们的牌全部都是大牌 除了这张牌 你们非常care精神能不能够相通 你们甚至不介意这种 你们不是很care肉体 肉体OK也可以 因为这边是金牛座 金牛座是蛮care肉体的人 但是出现两张hyrophin Oh my gosh 这个又更可怕的是 这边是death 这张牌是scorpio 是天蝎座的牌 天蝎座跟金牛座刚好是对 就是对分 对攻 乘180度 所以他们是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在某一些方面的特质 又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所以我觉得OK 不是那么care肉体的这种关系 你们更care是精神方面能不能够相通 因为这两张牌出现了 但是呢金牛座还是有一点点肉体 然后天蝎座也是 天蝎座反而大家会觉得 哇它是很肉欲的 其实金牛座比较多一点 天蝎座其实是非常精神性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因为它刚好我们讲的是对攻 所以它其实都会有对面的 只是它呈现的方式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这两个都有肉体跟精神 这两个东西的一个 寻找一个balance 但是我觉得你会更care 要精神上面要非常有很大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嘛 观念要非常非常的一样 你们真的 我不能再emphasize 一直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三张都是在讲这个 然后呢 还有这张牌 lovers牌 其实是双子座的牌 双子座也是水星所代表 水星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想法观念 沟通方式 所以你们就是很care很care 可不可以沟通 我们有没有共同的话 共同的语言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了解你 你可不可以了解我 所以你们甚至可以谈那种 platonic那种柏拉图式的恋爱 你们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甚至可以忍受那种 长途的恋爱方式 都可能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们更care 是我们要可以精神上面的沟通 你的对象 这边刚刚hier粉出现 所以其实有像同样的东西 我刚刚也讲了 就是对方 你的对方的潜在特质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传统 所以你们这两边是对到了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讲了 所有你拥有的特质 你会发现你的对象也会有 所以你们也真的就是会 因为相同的生活圈 或者是经由某种亲朋好友 你们共同的好友 或共同的什么人 然后去认识的 所以真的如果我刚刚讲了 你们如果真的 你们现在目前生活圈 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扩展一下 你的生活圈 你可能需要去问人家说 你要不要 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活动 你要不要下次叫我去 然后让你可以再认识多一点的人 这边是天蝎座的牌 对方其实我们刚刚讲了 是非常非常care 也是care精神的东西 其实天蝎座care精神的东西 比身体的东西更多 金牛座反而还比较肉郁一点 所以全部的combination 都在指向一个就是精神方面的 然后这张牌 transformation 对方也是非常非常的专注 会是那种非你不可 他一旦认定了 他真的就是会以那种 结婚为前庭交往的那种 那种那种人 然后非常的死心踏地的那种人 死心眼的那样子的人 然后不能够被背叛的那样子的人 不是说他一定会报复或什么的 但是他绝对会会记很久 的那样子的一个人 可是他是爱恨非常分明的 他会我觉得你的对象是会 你会让你感受到浓浓浓浓的 爱意的那种 我们刚才讲嘛 lovers 你绝对不是会去跟一个 你不爱不喜欢的人去结合的 所以呢 你的对象 绝对会让你感受到 被爱包围的这种感觉 不管是精神上面的 或者是这种真的发自内心的爱 然后他会为你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人 然后Two of Gems这张牌也蛮有趣的 对方的蛮多变的 其实这边双子座也有出现 也是这样子的那种牌 对方还是多变性的 蛮多变的 你知道这些牌啊 这三张牌都是固定星座嘛 那这里的话因为这张牌代表Change 所以我就觉得是变动那双子也是变动的这种感觉 所以对方虽然固定的能量是强的 但是他还是会让你有一些些的小惊喜啦 然后有一些些不是老是固定的一些模式啊 所以你们的爱还是会非常开心 然后会去制造生活里面的这种小惊喜 然后开心的东西 然后平平淡淡里面就是还是充满那种很多的爱意 跟那种appreciation 然后这边Two of Gems 我觉得对方绝对是一个 我觉得对方有一个特质是他 第一个他有可能是蛮难就做决定的人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 这边第一个金牛座跟天蝎座 这两个就是一个完全两个相反的能量嘛 所以然后这张又是两个相反的东西 在那里要那个 所以对方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优柔寡断的感觉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的隐藏的特质 你刚开始认识他不太会知道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是从牌面上面 因为这个组合而给我的一个感觉 那么第一个他有可能是有优柔寡断的可能性 或者是说对方可能是有两个 有一个正业跟一个负业 所以他会他有两样东西 他正在并行的 或者是说 就是很多的双的东西 但是就是又相反的这种能量 因为这边是双子座嘛 也是在讲这个决定跟决策 这张牌也是在讲决定跟决策 二号的这张牌也是有决定跟决策 所以对方 我们刚才讲有可能是 比较不太容易做决定跟决策的人 优柔寡断型的 或者是 因为这边还有我们刚才想相反的能量 所以对方会觉得这个也好 这个也很好 哦好难做决定哦 这样的感觉 但你要认识他你才会知道 要不然就是对方有正业跟副业 或者他有两个工作他在并行 或者是 我现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样子的 可是但是反正跟二是很有关系的 双的东西 就是 因为我讲双啊 你们可能下面就会想说什么 双七还是双什么 我觉得那个倒是还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 是Hyrophant跟Death的话 他其实算是专注的 但是也有可能啦 要不然就是对方起失 因为我们刚才说有可能他的年纪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许他这个是 的确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啦 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啦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Hyrophant加Death right 然后Two of Gems 这个就是可能之前的婚姻 然后结束了 然后right 他或者他要去做一个决定 关于结束某一个感情 不见得一定是婚姻或感情之类的 这也有可能哦 那所以原因是因为对方如果比你年纪大 或者他如果比你年纪小 也是那种比较成熟的那种类型 经历了蛮多事情的人 所以也许这个双游代表他可能曾经结过婚啦 或者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恋爱啦 或者是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造就了他 变成他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跟特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OK 总而言之我觉得对方还有一个是 大部分的时间来说对方还蛮严肃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tyrafin的能量非常的强 所以还蛮严肃的 给你的关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 但是我们刚才说这边毕竟还是有一些变动的能量 所以他严肃之余10%或20%的这个时间呢 或者是的情形或状况的事 他会有出现还有情趣的时候 但不是常常 就是要在他的一时兴起之类的情况下面的话 他才会有这样子的突然想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不是常常所以是非常非常偶尔的他会他会做一些 哦让你有点surprise的事情 但是还是偏于他们不是那一种很夸大很夸张的那一种浪漫 他们是偏于那种比较实际的那种浪漫 所以我觉得蛮符合你喜欢的那一种 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的潜在的对象的一个特质 那想对你们有帮助 那至于时间你们什么时候会有机会脱单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来看后面的5678 你看你5678选择的是哪一个 你可以去点选那个地方听 那么如果这一个part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你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我们现在来看5号选择时间 你们什么时候能够脱单呢 什么时候 OK你们抽到的是9 of swords 这张牌哦 我知道我在前言里面有讲今天没有地雷过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地雷 即使这边出现了保健酒哦 因为我们这一张牌是在问时间 所以还好因为是问时间 所以保健酒就不会特别去解释说 保健酒其实是有很多nightmare啊 很多这种什么东西 他反而因为是一个保健的牌 他的能量速度是快的 OK是快的 所以保健酒保健酒这张牌的话呢 他是所有的保健牌 我想一下 圣杯是月嘛 然后保健好像是天 保健是天耶 有一些是说天啦 有一些地方他会说保健其实是礼拜 OK天或礼拜 所以这个9天或者9个礼拜 9天或9个礼拜超快的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会脱单呢 你们选到的这张牌是9天 最快9天之内 你们就可以脱单了 那要不然就是大概9个礼拜左右 OK9个礼拜左右 我们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再抽一张 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时间 什么时候会脱单 我们只是看时间 所以这一块就比较快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你什么时候会脱单 除了9天或9个礼拜 看看还有没有再更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讯息呢 时间什么时候选择5号的 5号的5号会脱单 OK这边是Princess of Rose OK Princess of Rose 这个是权权逝者 权权逝者的话呢 第一个它是火象的能量 权权逝者的话它是 时间的话通常就没有特定的时间 就是在火象的星座的时候 火象星座的时候 所以它也是一个火象星座真的很快 所以我真的只能跟你讲最多9个礼拜 那么火象的这个星座的话呢 时间啦 火象星座的时间也就是 狮子座嘛 狮子座的时间 射手座的时间 以及 牡羊座的时间 所以牡羊座就是3月21号到4月20号 狮子座是7月22号到8月22号 射手座是11月23号到12月21号 也就是如果你是现在我上传影片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最快会马上会到达的是射手座的这个时间 所以看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影片了 所以有可能你看到影片的时间 马上会到达的是牡羊座的这一个月份 或者是狮子座的月份 那我们我现在上传的这个时间的话 最快就是射手座的月份 也就是10月23号到12月的21号 11月23号到12月21号 那可能等于是接着这一段 因为这个的话 9个礼拜就是两个月后 也是差不多11月左右 所以这个11月之后 等于未来的三四个月 你们都非常有可能 马上就是会脱单 所以非常非常快速 所以选择5号的朋友们 恭喜你们了 好 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 拜拜 好 选择6号的你们什么时候会脱单呢 这边抽到的是Warrior of Swords OK 这个是一个宝剑的牌 那宝剑牌的话呢 通常就是能量非常的快速咯 那因为你不是一张小牌 而是一张宫廷牌 所以这张宝剑 宝剑群 宝剑什么 宝剑骑士 OK 宝剑骑士的这张牌的时间点是 5月21号到6月20号 它是双子座的季节 所以可能需要等到明年的双子座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到影片的这段时间啦 所以是明年的双子座的时间 也就是5月21到6月20号 会是你很有可能可以脱单的时机点喔 不表示说你现在不会遇到对象 但是可能你们要确定关系啊 或什么可能要必须要等到明年的双子座时间 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你比较有机会认识到 比较属于你的正元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喔 那但是我会再来抽一张来看辅助的 说不定有比较快速的时间 让你们不要这么的沮丧喔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还有没有什么辅助的选择6号 哦 飞出来了 Queen of War 哇 你们真的我只能讲 好啦 它后面压的是一张star 一张大牌 所以我这个也一起给你们好了 那这张牌是宝剑 都是宝剑牌 宝剑皇后 那么宝剑皇后的话 它也会是一张风向星座的时间喔 因为它又是一个 它又是一个这个 我要讲什么 宝剑牌 又是一个风向星座 这张牌是天秤座的牌 所以等于是非常快就 我要讲宫廷牌 又是一张宫廷牌 然后你们这张也是一张大牌 所以也都是是这种星座的时间 所以我就不能告诉你说 是什么9天啊 10天啊 什么几个月之类的 所以这张牌其实是 天秤座的季节喔 那天秤座是什么时候呢 9月23号到10月22号 也就等于是马上就要到啦 马上就要到 现在我们是处女座的时间嘛 我上传影片的今天是9月16号 那么 所以再过几天之后 你们就会进入到天秤座的这个季节 所以蛮有可能在最快最快 天秤座的季节 你们可以认识 就是 就是啊 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真的就可以脱单了 表示如果你现在真的有在交往中 或有喜欢的对象 可能挖蛮快的 OK 然后我现在刚刚在讲这个我从来才想到说 STAR这张牌也是风向星座 而且是水瓶座 所以你们真的三个风向星座的能量全部聚集了 这张是 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 双子 天秤 然后这个是水瓶 所以水瓶座的时间也就是明年的1月20号到2月18 也不是一定是明年啦 反正就是1月20号到2月18号 所以看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影片 所以有可能你发现这个影片是什么 是明年的某一个时间 那你最快要到达的就是看你是双子座 天秤座还是水瓶座咯 OK 那所以你会在这个风向季节的时候脱单 非常nice OK 这个就是给6号牌组的一个解排 那也恭喜你们咯 你们很快就可以脱单了 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7号的话 你们选择是这张牌 这张是什么呢 这张是全账7 OK 全账7 有一些解排的话 全账他们是说是天 有一些解排的书 他是说全账是礼拜 但不管是天还是礼拜 他都是快速的 就不是月跟年嘛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7天 或7个礼拜 7天或7个礼拜 7天真的是超快的 所以你们看看 对应一下 而且这个 我现在才发现 这张牌是7耶 所以这就是7天或7个礼拜 你们跟7很有缘 你们是蛮精神的一个牌组 你们很care精神交流 那么我们现在 除了这张牌的话 因为讲时间是很快的 我们再来抽一张或两张 看看牌有没有掉出来 一张或两张牌 看看还有没有补充的时间 告诉给选择7号的SF们 那看一下你们什么时候能够脱单呢 非常有机会能够脱单呢 除了7天跟7个礼拜之外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太惊讶了 是因为飞出来的牌是7 看到了吗 金币7 好 选择这一组的非常特别 你们不是7天或7个礼拜 就是7年 不是7天7个礼拜就7年 777 因为你们是蛮精神的一组 所以如果你是走那种 什么柏拉图式的话 或什么长途 长途 什么远距离恋爱什么的话 有可能你们会是那种 爱情长跑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7年 不表示说你7年后才会脱单 而是你有很可能 这张牌反而出现 是让我感觉到 你们的就我们刚才讲的 你可能是那种恋爱长跑型的 你们可能是远距离恋爱型的 所以你们真正要开花 结果也许需要花到7年 因为对方才会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定下来了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脱单 因为这张是主要 你们刚刚是看到这张牌选的 所以最快是真的是7天或7个礼拜 你们就可以脱单了 但是真正可能要开花结果啦 之类的很有可能是需要到7年这么久 当然这7年之间你们也都可能啦 但是最多可能需要等到7年 才可能有开花结果的这种可能性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但是我们要讲真的是7 好了恭喜你们 Lucky number 7 就7是非常非常精神的一张牌 非常非常spiritual的一张牌 灵性的一张牌 所以你跟对象真的很有可能是那种精神伴侣 那样子 你们在精神上面有很多的契合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你们会也许你们也会care 不说我没有很care那张那张纸啊 或什么都 只要我们彼此很相爱什么之类 所以你们就知道真的为什么要7年 OK 好 那但是反而最快是7天或7个礼拜咯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这个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选择8号的Avif们 你们喜欢的这张牌是什么呢 权杖四 我是不是说了今天没有不好的牌 这张牌是权杖四 所以代表是什么 有一些的书是权杖 他们会是说是天 有一些说权杖是礼拜 所以在这里因为是大众占卜的话呢 不管是天或礼拜都是很快啦 这一个能量 所以呢 你们真的是最快是四天 OK 四天 要不然四个礼拜 四天或四个礼拜 四个礼拜就一个月 你们应该是所有里面最快的 最快最快最快就会脱单的 OK 对 四天或四个礼拜 四天的话超级 那个interesting的 因为我现在上传影片的今天是9月16号 但是如果你们是在亚洲的话 应该是9月17号 也就是你家四天 就是真的是9月21号 是月圆的那一天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讲了嘛 今年的月圆就是在9月21号 然后那是8月15号 刚好就是月老的这个生日 所以如果你们是相信这种东方的这种宗教啊 或什么的的话 真的可以去月老尿 月老尿 月老庙 拜拜 拜一下 看看去求一下 或什么的 你们应该是最快 而且这张权杖四楼还是代表婚姻的牌 所以你们是很有可能真的是可以遇到 四天或四个礼拜会遇到正元的群组 OK 所以你们遇到这个人 可能真的就是会有 会可以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的这样子一个对象 是蛮可靠 蛮可以相信的 不是那种玩玩的对象 所以非常恭喜你们哦 那但是先不要走开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牌组 我也可以说你们就这样就不要 不过大众占卜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讯息 所以除了四天或四个礼拜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讯息 给这个选择8号的朋友 什么时候能够脱单呢 选择8号什么时候能够脱单 除了四天或四个礼拜 选择8号的是 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 我们抽一张牌 我们抽一张牌出来 我们抽一张牌出来 OK除了这个我们什么时候选择8号的可以脱单呢 我们抽这张咯 10 of shells OK 10 of shells这张牌 我只能跟你讲你们是权杖4又是圣杯10 你们真的对象就是想要跟你们组织家庭的一个对象 真的是一个大正元 OK 虽然我们今天是来看时间的 但是出现这两张牌 我不得不说你们选择的对象是真的很想要跟你们 你一旦脱单 你这样找到这样子的人 就是在最快四天四个礼拜 或者这一张牌 因为是圣杯牌 最长大概10个月左右 OK 10个月 也不算 也不算长啦 10个月其实很快就过了 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快10月了 我就才想说 怎么2021年要过完了 OK 所以这个是10个月 最多最多10个月 那但是这张牌 不管是圣杯10 或者是权杖4 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东西 就是想要结婚 跟组织一个家庭 所以你们的这个婚姻运蛮强的 所以这个不只是脱单 我觉得甚至是有结婚 说不定你们是这样 很快会脱单是4天到4个礼拜 然后说不定10个月之后就要结婚了 OK 所以这里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我感觉的啦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好消息 可以跟我分享 我很想要沾喜气好不好 那就太恭喜选择8号的朋友们 希望这个对你们有帮助 给你们有一点点小小的希望 然后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